印度社会把人按出生、世习和职业区分阶层制度 称为种姓 这四大种姓的身份及职业是世代延续 互不通婚,严守界限 婆罗门是最高阶层,是上等人 守陀罗是第四阶层,是劳动者 属低种姓 他们被剥夺许多权利 英文是印度的官方以及叫好工作岗位的必须用语 但是他们不懂英文 另外,成为战俘的原住民则被列为无种姓 他们被认为是不洁净的,是不可接触的贱名 他们自称为达利特 意思是受压迫者 主要从事在印度人看来是低贱 玷污身体的工作 据凡最累最脏最危险的活都是由他们来担当 1950年,印度政府废除不可接触制 把他们改为表列种姓 让他们有受教育以及免于暴力的保障 但若转信基督教和伊斯兰 就会失去这种保障 印度的基督徒有45%是达利特人 他们因信仰的缘故 他们因信仰的缘故失去了政府对他们的保障 首陀罗和达利特 他们占印度人口的61%是极庞大的魏德福音群体 让我们同心为他们祷告 现在请大家起立 举起你的右手 张开五指 让我们同心为首陀罗和达利特人祷告 慈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从一本造出万主 但人却互相压迫 彼此剥夺 70年来印度政府一直努力废除种姓制度 但却阻力重重 收效不大 我们求主联名 让这次印度最高法院 在神里达利特的基督徒的平权法律和待遇上 显出公义和智慧 让他们得到保护 免受歧视和暴力 恢复名利 得到表列种姓的地位 愿主为达利特的基督徒成就大事 求主扶持达利特基督徒 能持守信仰 刚强壮胆的跟随耶稣 主啊 我们求你带领传道者到首托罗人中 用基督的爱和福音触摸他们的心 让他们从困苦中转向你 求主呼召基督徒教师 到他们当中教年轻人英语 使他们有受教育的机会 求主的话语在他们当中广传 开启他们的心 求主兴起使用他们母语的福音使者 向他们讲述耶稣基督 求主复兴教会赐下火热的灵 让教会有真实的生命 可以带出你话语的能力 向首托罗和达利特人 报告神喜悦他们的好消息 我们这样的祷告 祈求和感谢 是奉靠救主 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祈求和感谢